台东城公镇有一名怀胎八个多月的孕妇 日前半夜的时候感到肚子痛 急忙通报消防队 而就在救护车转院的途中 小婴儿居然等不及探出头来报道了 让救护车瞬间变成了产房 不过最后是胜利的产下一名男婴 大富翩翩的秋姓夫人躺在单架上痛苦哀嚎 两位救护人员陪伴在旁细行照料 因为产妇要转院准备生小孩 但小婴儿却已经等不及冒出头来 瞧看外面的世界 一直说他想要处理想要处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看会应的时候 就是有发现太头 就是有看到头发的情形 所以就直接停下来帮他解释 救护车10万火急赶到医院 医护人员立刻将母子两人送进开刀房 不敢耽误一分一秒 不过再送产妇转院却临时成了车上接身 好在救护人员冷静应对 使得母子两人均安 男婴状况也非常良好 经验虽然没有妇科经验 不过还是以前的 就是学习的时候的经验 来去帮助 尽管不是产科专业出身 但护理师靠着过去学习知识 当机立断 让这户车秒变产房 也顺利协助小生命诞生 令人感动 电影下家会台东市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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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